脑出血,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种疾症,也是脑促重的一种,它是目前人类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,而在绝大多数的存活者中,也由于肢体功能不全等候一症而致残。 所以,脑出血对人体危害极大,一定要注意其发生前的信号预警,身体一处变硬,一处变软,提示脑出血即将发生,要警惕,一,一处变硬,舌头,舌头发硬的表现,多为,突然说不出话,吐字不清晰,吞尿困难等。 这些,都是提示脑出血即将发生,需要提高警惕,通常情况下,这些症状的发生,只有几分钟,甚至是几十秒便会消失,常会让人忽视。 但是,这并不以为着危险消除了,一旦发生舌头发硬的表现,一定要及时就医,避免耽误,二,一处变软,四肢,四肢变软的表现,多为,突然走不动路,难不住东西,单侧手脚麻木等。 这些变软的症状,俗称偏弹,都是由于脑血管出现病变,阻塞或破裂导致的,一旦发生,也要提高警惕,即时就医,容易发生脑出血的人群,有以下三类,务必加强防范。 一,高血压人群,有关研究显示,高血压是临床最常见,导致脑出血的原因之一,血压越高和波动越大者,脑出血发病频率则越多。 二,有脑出血家族使人群,从临床统计的结果来看,有脑出血家族使的朋友,其脑出血的发病率,明显高于无脑出血家族使者。 三,动脑硬化人群,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体的各个器官,都逐渐老化,这种老化不仅是外观的表现,内脑,血管,骨骼等器官也在逐渐老化。 而血管的老化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,血管病化,其实是了弹性,自然容易破裂,又发脑出血。 预防脑出血,紧记一多,二少,三孔子,一多。 多喝水,当体内缺水时,人体的血液会变稠,血流变慢,进而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生机率。 所以,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,特别是早起后,要喝一杯温开水,可以移视免稠的血液,促进血液循环,并且排除体内毒素。 二少,一,少生气,生气,会让人体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,身体会分泌大量肾上腺素,导致全身小血管,微血管静温收缩。 经常生气,愤怒的人,交感神经会感到兴奋,心跳会加快,血液也会随之省高,此时如果血管比较脆弱,就容易发生破裂,又发脑出血。 二少劳赖,俗话说,劳力要结合,适当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,又助于身心健康。 但是不要过于劳赖,要知道,超负荷的疲劳,和优发脑出血。 三,控制。 一,控制饮食,健康的饮食,必然是清淡的,少动物脂肪或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,并且也不宜多糖。 另外,可以补充Omega-3多不饱和脂肪酸。 Omega-3多不饱和脂肪酸有益于心脏健康。 研究发现,饮食中Omega-3脂肪酸摄入过少,Omega-6摄入脂肪酸过多,会造成两者失衡。 这是诱发心血管病等慢性病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另外,Omega-3多不饱和脂肪酸,是人体现在缺乏最严重的脂肪酸。 很多实验得出Omega-3脂肪酸具有降低血经总板固醇PC。 甘油三致PG,低密度质蛋白和极低密度蛋白,升高血清高密度质蛋白的作用。 从而可以降三高,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酥子油和糖油是富含Omega-3脂肪酸的食用油。 三鱼、金枪鱼等深海鱼,也是富含这种营养的。 蕴肠做菜,可以淋上一些这样的食用油,或者每周吃两次深海鱼,对预防癌症。 清除血液垃圾,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益。 二控制烟酒,烟酒的危害,不用避者过多解释。 日常要少量喝酒,避免抽烟,因为烟酒都能使血管收缩,心跳加快,血压上升,加速动脉运化。 尤其是关心病,高血压患者,应尽量解烟酒。 三、控制左手,多想研究发现,脑出鞋最易发生在血管比较脆弱的油脑半球。 而我们都知道,左手是锻炼肉脑的。 日常生活中,多用左上肢及左下肢,尤其多用左手,可减轻大脑左半球的负担,又能锻炼大脑的油半球。 以上图片之来自网络,如有,麻烦联系删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